射書法可以令我心境平靜 在一呼一吸之間 更可以令我好專注在一件事裡面 大半生都是香港生活 長期處於高壓環境 令我很想放慢步調 於是選了台中 決定在台中買樓 開啟我的慢活人生 我叫小曼 很喜歡有嫌疑的空間 當然更希望透過環境的幫助 提醒自己安定心神 隨時靜下來 圓形象徵圓滿 亦是我對生活的期望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家幾乎無寧格 只是利用不同的地板材料 或分區域來取代間隔 朋友坐在一起聊天 很開心 跟親朋友圍著圓桌吃飯的氣氛 比較窩心和珍惜 有時會簡單煮幾樣自己喜歡的點心 邊吃東西邊聊天很舒服 繁忙的生活很容易令私水混亂 所以很想有個空間可以讓我專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無論是看書寫字或者拉筋 這裡可以令我完全放鬆 這裡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做客房 只要將中間隱藏的屏風拉過來 就會變成兩間獨立房間使用 俄塔區有個收納空間 讓朋友來過夜 也可以放置他們的物品 我很喜歡陶瓷作品 所以特別做了很多櫃和層架用來擺放 將來就可以收集更多別字的陶瓷做擺設 後面是主人房 因為經常香港、台灣兩地飛 也在這裡安排了放置衣物的小空間 好好地睡一覺可以消除疲勞和壓力 設計師也在床頭做了胡形的呼應整體風格 我很喜歡浸SPA 所以寧願將睡覺空間細了一點 而放大了一個浴室 因為浸浴可以令我放鬆和減壓 高壓的生活節奏曾經令我感到很迷惘 到底怎樣的生活才是自己最想要的呢 直到我將生活步調放慢了 以及集中精神專注在自己喜歡做的事 才發現生活原來越簡單、越滿足 而分析使用が新享受自然體認識